据路透社报道 截至当地时间21号 发生在印度西部马哈拉斯特拉邦赖哥德地区 一座村庄的山体滑坡 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生至23人 仍有100多人失联 自19号深夜发生山体滑坡以来 赖哥德地区持续遭遇恶劣天气 搜救工作在20号晚暂停一晚后 于21号白天重新开始 由于交通不便 重型救援机械难以抵达 救援人员除使用简单工具外 还利用救援犬搜救被困人员 目前当地所学校已被用作临时安置点 供灾民休息 据报道 发生山体滑坡的村庄 有200多名村民 灾害导致村庄里50座房屋中的17座被埋 随着搜救工作持续展开 当地政府官员表示 遇难人数还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每年6月至9月是印度季风雨季 大雨经常引发洪水和泥湿流 山体滑坡等灾害 在此次发生山体滑坡的村庄附近 有一座村庄两年前同样发生滑坡事故 导致超过80人遇难